isés - 欢迎收看9月3日直播的文化所Cultural Cup 我是Abi - 我是Sherron 今天很开心 - 即是星期六 我心想怎樣 幸運週末 我請到呼叫音樂節 其中一個主辦攪手 Terry上來跟我們聊天 聊聊天 是的 因為我們一連兩集都在看書 也比較靜態 我們鼓掌文又可以 所以文完之後 我們就要動起來 我們一看到Facebook上有一個節目 叫做呼叫音樂節 很吸引 所以立即請你們介紹一下 Terry 我們不如說說節 是說什麼呢 其實呼叫音樂節最主要 有十九隊台灣獨立音樂的組合 或者樂手 來香港會做一次兩天馬拉松式的音樂會 其實這班樂手 其實在台灣獨立界來說 都是數一數二的響噹噹的名字 他們今次很好好蕩噹地來香港玩 都很開心地邀請到他們過來玩 我知道你本身在台灣已經做了一次音樂節 其實台灣那次也不是音樂節 是一些公司的台灣支部 搞了一次的小型在Live House上的音樂會 那次也是為了 因為之前我們出了一支合輯的唱片 就搞了一個小型的音樂會 去做一些推廣 做一個show 就是這支 就是這支合輯了 我想說 Sharon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大件事 都值得他們怎樣叫呼叫音樂節 因為我看到他們的run down 不只是晚上才有音樂聽 他們真的由下午到晚上 馬拉松式 每一天有兩節 馬拉松兩天這樣去聽 很外國的感覺 雖然他也是室內 但如果你想想想 如果我們在草地那裡 由日後聽到晚上 由晚上又聽到日後 這件事很開心 其實最終這些想法 在idea 很想做的 不過來賀 要找一個這樣的場 在香港是難的 但其實在台灣 我們曾經搞過 草地音樂節 真的在草地裏做的音樂節 又是下午到晚上 或是黃昏到晚上 台灣很多 沙灘那裡有很多 野台 夜台開唱 大港 很多 所以什麼時候才在香港 才有甚麼 我不介意在沙灘那裡 我只會聽兩晚 那你先聽到這個 我們不如給大家做個熱身 這個也可以 我們有一段影片 可以介紹這件事 我們先看看影片 我只會認識一個陳生味 真的不好意思 我比較少留意台灣 不過這次機會的確是一件好事 其實搞這個目標 是否都是因為這樣 其實搞這個目標 是因為其實最主要 我和自己的夥伴 他都是在台灣工作 做音樂成的工作 所以他認識到 那麼多獨立音樂人 其實聊聊聊 為何會經常發覺 香港好像沒有一個 比較大型音樂節的認識 去搞音樂會 所以不如因理成變 認識這班人 不如就 抽個錢來香港 做一個音樂會 希望把台灣音樂節的氣氛 台灣一些 無論是新或舊 有名的樂隊的朋友 都帶他們過來 都希望給香港觀眾認識他們 你自己覺得 台灣的獨立音樂人 他們有甚麼特質 你都挺欣賞 我想我挺欣賞他們 挺堅持去做音樂 這件事 因為他們堅持到 是真的可以 沒有飯 可以靠著打散工 從賺取很基本的生活費之外 全身的時間或精力 就投身在音樂上去做 一邊做 一邊可以在圈裡打出名堂 似乎香港 不可以說沒有這類型的音樂人 但在香港面對的困難 比台灣的更多 都是一個值得很探討的問題 你們鋪排兩天的音樂節 會否有甚麼風格 會否在鋪排上 你覺得有甚麼特色 其實沒有特定風格 不過也有少少 第一晚的直播會比較 更重型 或是Rock 第二晚會比較 可能是文歌 或是台灣叫小青生 一些這樣的音樂 可以這樣看 兩晚都有少少不同風格的區別 各位觀眾 如果喜歡聽一些Rock 就17號去 如果你喜歡聽一些 像陳耳禎 小青生 18號去 如果兩人都喜歡 就17、18號去 因為有套票的 又要選擇一下 是的 我也有說 暫時來說 反應是怎樣的 反應沒有預期當中那麼快 希望最後有十多人宣傳期 盡量衝刺 希望多點人認識 所以我們 我也不敢說 我們的節目 究竟可以幫到你們多少 我覺得盡量勉力 因為我也非常希望 香港有多些類似這樣的音樂節 不是來的都是韓國的大組合 或者是香港的很紅的歌聲 其實之前好像我們最近也有一個叫做暗黑音樂節 不過那些當然都是明星幫忙好笑 但是如果說到獨立的話 就真的好像這個是第一個 這個是一個 如果你問以全部都是台灣組合來說 這個應該都算是第一個 獨立音樂節 台灣的獨立音樂節 其實最初為什麼會有一個想法 就是全部都是台灣歌手 為什麼不侵香港 這件事也很難打 其實最初的想法 的確是想聯合香港的音樂隊一起做 因為剛才說過有英文的廣告 就是合緝 其實合緝就是 15對台灣組合 15對香港組合去做 因為其實 那個想法就是 希望一個朋友買了 不管他在香港也好 台灣也好 他在台灣可以認識到 原來香港有一班好好的落手 都做好音樂 透過合緝去認識他們 反過來香港也都可以認識到 賣的朋友可以知道 台灣也有些新名字 舊名字都很好聽 其實原本想把合緝所有單位 都放在香港的音樂節去做 但是奈何於很多成本 場地的問題 我們不可以這樣 放在一次做 所以想法現在 可能是上下半集 香港先做了 呼叫音樂節 接下來下半集 反過來 帶香港朋友去台灣做音樂節 可能是呼叫音樂節的台灣版 但是香港的朋友去做 這件事交換音樂節 交換音樂節 交換音樂節 你真的太壞了 但我也有一個差不多的文化交流 但是我們這件事 可以找偽法的朋友幫忙 我想未必可以 如果找他們兩年 就能批到錢 我又覺得台灣這件事 就像你所說 整批台灣的 大家不是很相熟的樂手來到香港 這個舉動確實是 一個非常之大膽的舉動 是否最初 為甚麼 我會比較有趣的就是 有甚麼令到你們 應該都可以的 這個想法如何出到來 是否因為你之前做過的事 或者反應回來 你覺得有甚麼 其實有些証明就是 因為我們在音樂節之前 就年頭 公司也搞了一個 戲員圈拿音樂會 其實那個場地 我們就700多人 但也入了九成的觀眾 其實在想著 只是一位台灣歌手來 都落眉擁戴 今次賣相同價錢的單人門票檔 三百多元 應該反應都差不多 但又不知道是否內海 有些名字香港的朋友 不太熟悉 也未必是 單單單一位的朋友 去做的表演 又要多一點錢 又要站得太久 會否有些抗拒呢 站得太久 也是香港人 你會的 你會覺得站得太久 如果是你 你有看過這些音樂節嗎 我有 但我又不會太好 但也喜歡的 但可能我是第二天的 我喜歡靜一點 即是會賣18號的票 是的 這是個人喜好 不過可能會不會在 譬如今次的音樂節 你自己會不會有些 特別推介的歌手 有 絕對有 例如有一隊叫十九樂團 就是剛才你說的陳珊妮 這位女歌手 其實再加上陳健琪的音樂人 其實陳健琪就是做很多 其實香港的朋友 可能你聽過他的音樂 我聽過 就是做很多 那個甚麼 不是俊臉 還有一個就是 林奕華 林奕華很多劇場音樂的創作人 他們兩個組合了十九樂團 特別的地方就是 十九樂團他們玩的風格會比較歐露式 很夢幻有別於陳珊妮自己 可能比較黑暗一點的風格 聽上去是很開心的 最特別是他們 就是全隊樂隊的第一次表演 即是全世界這樣說 今次 在台灣自己 雖然在台灣樂團 都沒有在台灣表演過 他們來香港做 很給臉 給了第一次我們福建音樂節 哇 沒窩困動 陳珊妮其實很好聽 不過你說到這個十九樂團 其實我看報紙有說過 因為可能是陳珊妮 他加上了他一個新拍檔之後 其實有說過 但我不知道原來是 第一次表演 第一次就給了香港 對 沒錯 所以大家要見證 就快飛進去看 對 十八號 這個我也是想 這個 另外還有很多樂隊都第一次來的 例如有一隊叫1976 其實在台灣獲得金曲獎 也是一隊我們叫老大哥的樂隊 另外一隊更加老大哥 叫做董事長樂團 因為 董事長樂團 真的有一班 比較年長小小的朋友 但他們的音樂很有趣 就是融合了中西風格 例如你在裡面會聽到 他近來有一個點巴 叫眾神戶台灣 就是講一些台灣的迷信 或者很多不同宗教的東西 但他就將一些 粵曲或者閩南曲的風格 加入了搖滾樂裡面 聽上去是很創新的風格 還有他們看音樂 不知道台上做不做 就是畫到自己好像做粵劇 很大畫面 應該可 我未見過他上台去做 但聽音樂也很刺激 他是屬於Rog那邊 Rog那邊 即是17號 是的 另外很多都第一次來 即是黃佳 方二流星基 有一隊叫馬克伯 一隊新的Yang組合 都是第一次來的 很多都是第一次來的 其實我們 你來得當然不會只坐一閘 但我們又找藏了很多問題 例如台灣的獨立 為何他們獨立音樂的團隊 可以走得好像很蓬勃 或者很多人都會很喜歡 但香港就這樣 不夠堅持 又或者 又或者 類似這樣的音樂節 香港真的絕無僅有 數數手指 好像數回九幾年的大球場合會 之後就沒有了 台灣又不斷多 日本也不用說 直接坐飛機去 為何會是這樣 太多問題了 我們要留待下一集 跟大家談一個這樣的問題 不過我們臨走之前 再送一條片給大家 是 你們看看 你就知道了 買票 好 我們今天要訪問的是 1976 所以你看到每個人都 是我推介一下 然後中間這邊 我是 補唱的沙凱 我是吉他手大嗎 被師兄指教 我是 補手大師兄 他還不錯好嗎 呵呵 我很好的 給你 心的 愛的祝福 你 在唱首要奮起 從此我們笑 不會太可惜 欸你們是第一次到香港去表演 對不對 嗯 因為我家裡有七六情形在 好像要進內地 就是有點困難 之前我到北京的草莓音樂節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一直說 好想看 1976 然後這一次很高興就是 舞蹈音樂節可以邀請1976去香港演出 其實 為什麼那麼久才到香港去去 因為也是第一次 之前我們是不能去 就是如果 你有上豆瓣 或者是微波可以稍微看一下 嗯 不能去因為很複雜 劇文是triming的關係 可是也許還有別的原因 你知道 而且短期內應該不會去 嗯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來香港 聽到沒有 短期內就是不會去 所以香港的呼叫音樂節都把1976請來 你們還不去買票 我是在不曉得你不在 欸不能這樣啊 要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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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不整天這樣 你大師兄 我 我 真的是那個啊 夜年 夜年 不如一十分 夜年 都拜託你們一定要買票了 內地要在哪 內地要在哪 喔其實是在 就是王子 王子 上網 上網都看得到 這段影片已經不會告訴你 你要去哪裡買票 我 1976在去年也有 錄影主獎然後 沒有 等獎 就是我們要問一下 你覺得其實金主獎對於 玩革命樂或者是你的歌手 你怎麼看待你 其實講對台灣的年輕人都很重要 雖然我們也不是那麼年輕人 可是對我們這一代也很重要 然後對我們的爸爸媽媽家人 他們有來說 其實要知道我們平常在幹嘛很困難 那我們就差不多這個時間就去練 然後禮拜六禮拜天就在表演 或者是在教課 就大家平常了解我們很困難 可是金曲獎大家都懂 所以大家都很開心 陳小宗唱過1976的歌 方向感 KT1好像點得到 點得到 對 我們熟悉很多相關 所以我們這次想要 就把台灣的年輕人很期待給大家 1976在台灣Calling 2045 ama 文青 你也是從天裡 你也沒有說不定 準 rules 你不能幫多作 cultures 怎麼eng 我的天 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